大家好,我是斯坊克 今天我想给你们分享一下 疫情中我怎么健身 现在我在汉堡的Stadt Park 汉堡社公园 我在中国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青岛的一个公园 因为在青岛真的是一个社会中心 有很多人喜欢去 比如说为了一起玩游戏 跳舞 唱歌 做运动 聊天等等 所以我在青岛的时候也经常去公园健身 但是对我来说那里的有的器械有点陌生 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用 我觉得很多那里的器械有什么 按摩或者拉伸的功能 好像是比较多老人喜欢用的 但是也有我知道的双杠和单杠 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在都过很多健身房关门了 因为我一般每天做运动 所以现在需要一点想象力 怎么可以替代去健身房 我在家里有一些牙龄和肛龄 但是当然没有和去健身房那么有效 另外一个方法也是去公园锻炼 因为在汉堡有的地方也有一个健身区 叫 Trimdich Part 在我后面的那个房子是汉堡的Planetarium 在这个湖边也有一个他们说一个动作岛 在这个湖边也有一个他们说一个动作岛 所以也有这个区域可以用 再一次 第一次 我认为是可以做的 如果你想要的 我們可以再做一些 很多这些器械和体操器械很像或者完全一样 对现在的体操有巨大的影响的一个德国人叫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Gutzmutz 他在18期末发现了德国的教育课程 缺少有效的体育 然后他第一次建立了一个 正式的为了增强学生们的身体素质 还有促进身体发育的教育课程 他的想法对另外一个德国的教育学家非常有影响 那个人的名字为Johann Friedrich Christoph Johann Ludwig Christoph Friedrich 不是 Johann Johann Friedrich Ludwig Christoph Jan 在德国有称体操之父 Tunfada Jan 他是现在的体操的一个发明者 他发明了很多我们现在非常熟知的体操器械 比如说双岗和单岗 还有他110年在柏林的Hassenheide建立了第一个运动场 在德语体操叫Tunen 但是以前那个词的意思包括很多别的运动 比如说游泳 肌肩 圆足等等 其实Johann的体操除了教育作用以外 还是一种中军式训练 现在Johann开始一个运动叫Tunbevigung 目的是统一德国 是起初拿破仑占领了很多欧洲地区 那时候德国不是一个国家 而有很多独立的小州 德语中有一个词描述这个情况叫Kleinstaaterei Johann希望他的运动让德国年轻人准备好反抗法国 Johann希望他的运动让德国年轻人反抗法国然后同意德国 我们今天去的Stadtpark北边有一个大的路叫Johannring 然后我们看的运动场叫Johannkampfbahn意思是Johann竞技场 很多今天的德国的运动俱乐部和组织的起源就是那个Tunbevigung Johann提出的口号是Fresh from Frühlich frei 有一个标志包含那个四个词的词前字F 叫Tunakhoiz 在很多德国的学校和俱乐部都可以见到 德国的体操组织的标志里也有 因为对我来说疫情中去公园锻炼也不是特别安全的 所以我一般是在家里锻炼 因为有一些雅铃和钢铃 现在因为天气好一点可以在花园里锻炼 我今天不要想细的介绍每一个动作 只是想大概说我疫情中做什么 所以比如说用什么钢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对我来说引体向上是最有效的锻炼之一 但是一般在家里没有什么弹钢 所以我很幸运我有这个东西 这个可以替代弹钢 可以做引体向上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怎么做 所以这样很方便啊 因为这个动作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替代 所以我很开心疫情中可以用这个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意思 欢迎你们关注转发或者评论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